今天我们要跟周围思想的题目 跟我们上个礼拜连续下来 我们这几个月我们都来谈到 和睦和平跟平安 我一再来在台上跟周围分享到 这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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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题目 和睦和平跟平安 是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 这个月的金句是什么 打在荧幕上面 我们一起来 好 很简单 大家都会背了吧 会不会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再来一次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好 再来一次 我们真的来背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也就非常有深刻含义的一句话 因为使人和睦 这个和睦这件事情 在上帝面前不是一个小事情 这句话告诉我们说 和睦是跟上帝的性情 跟上帝的本性有关系 因为使人和睦的人 要被称为是神的儿子 刚刚我们念了 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的几节 我要请大家再复习一下 前面的三节 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不好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招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招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爱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若你刚刚经文没有合起来的话 请大家还是打开 刚刚我们念了以弗所书第四章 你就发现 以弗所书这一章 在前面这三节 讲到的经文 以及最后一节 他说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你就看见 在这一章的里面 前面讲到 我们是在主里面合一了 圣灵跟我们合一了 最后面又说 我们要好好在主里面 彼此的饶恕 正如基督饶恕了我们一样 所以饶恕 平安 和平 和睦 宽容 等等这些 都是事实上都是一件事情 是不同的表现 有的表现在 有的是说到外面 人跟人之间的 有一部分是说到 我们里面的 但这些呢 都需要在一个 很重要的前提之下 就是我们得到了 上帝的赦免 上帝给了我们 真重要的平安 以至于我们 里面有平安 外面就有和谐 以至于我们能够 看见上帝的计划 是要把我们 带在一起 因为圣灵 是赐给我们一颗 合而为一的心 基督徒的合一 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今天教会里面的合一 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 不是因为我们都讲国语 不是因为我们 自同道合 固然我们都讲华语 我们也自同道合 我们也都是中国人 但是说老实话 这不是我们基督徒 合一的基础 基督徒合一的基础 是圣灵所赐的合一 是圣灵把我们 摆在一起的合一 就像我昨天在婚礼里面 跟Eric 跟介伟 跟阮旭姐妹 所分享的 他们两个的结合 在表面上来看 是他们两个都到了 北领来念书 一个从台湾来 一个从上海来 从国内来 两个完全不认识的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生活环境 就来到北领念书 就认识了 彼此相爱了 今天要结合 成为夫妇了 一起往以后的道路 半辈子 要在一起过了 何得也奇妙 但是我跟他讲说 我说千万别搞错了 你要看到 你们两个结合 不是因为你喜欢 他喜欢你 公然很重要 当然彼此喜欢了 不然不会在一起 但是若你们的结合 只是建立在 这样的基础上的话 我可以很明确地说 这个太薄弱了 太薄弱了 固然很好 很重要 但是不够 两人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相知 彼此的尾声 固然是很好 很重要 但是还不够 要看到 既然我们在主里面 既然我们认识上帝 我们就要相信 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说你们两个人 是上帝的 什么 昨天我还考他们呢 昨天我在婚礼里面 考他们两个人呢 因为你知道 这个结婚的仪式 这个新娘新娘 这个很多事情 心里面又紧张 对不对 很多事情 不知道如何 所以 那时候牧师在讲道的时候 心动我跑哪里去了 对不对 站那边很乖 两个人在那儿 但是人在心不在 都不一定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几年呢 这个我在结婚典礼的时候 就跟他们讲清楚了 我讲道不会很长 但是呢 会考试 会考试的 假如到讲完之后呢 一问之下 没听进去 再来一次 再讲一次 再来一次 所以两个人很注意听 这两个人注意听 结果他们两个都通过了 对不对 会动都同意 他们都通过了 所以昨天就婚礼 就完成了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 要相信上帝的配合 要相信有上帝的手 在你们的身上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成为一个教会 基督徒在一起 我们一定要很明确的知道 今天是上帝 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若你想要是你自己 选择到这个地方 固然是不错 我们这边也不错 我们人也很好 我们地方也不错 学校也不错 都很好 都没错 但是若只是这样子的话 你跟这个教会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薄弱 上帝把我们带在一起 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计划 是非常深远 非常深厚的 要让我们在各地的教会 今天你在北岭 可能两三天之后 可能上帝要帮你带到 另外一地方去 可能带到中国 带到台湾 香港 东南亚 世界各地 都有可能 今天我们华人 遍布全球 今天我们华人 是真正的日不落 民族 是我们中华民族 但是无论到哪里 你当地的教会 上帝把你带到那边去的时候 你就要认定 是上帝把你带去的 你就在那边 好好的侍奉主 好好的跟那些弟兄姊妹 一起来传福音 一起来建立教会 这就是今天的 现代的基督徒 该有的态度 特别是我们华人 这样的一个认识 因为你必须要明白 这是上帝圣灵所赐的合一 你能够明白 这样的道理 抓住这个原则 我相信我们才能够 更深地体会到 我们都蒙受了上帝的赦免 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人 蒙上帝赦免之恩的人 以至于我们要学习 在地中所没相处的时候 要学习彼此饶恕 彼此接纳 若不饶恕 若又没有饶恕的心 没有快乐的心 我对不起 你绝对不可能彼此相爱的 你相爱也是假的 所以这个饶恕 上帝的饶恕 以及我们彼此的饶恕 是我们彼此和睦相处 我们当然能够活在 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面 能够享受主体的平安喜乐 这是一定 那个大前提就是 上帝在主里面 所给我们的赦免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 扭转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些都是我们成为 主那一家 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们一定一定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 今天我所要跟周围思想的 也就是要强调这一点 要知道 我们在教会里面 要明白一件事情 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合一 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要接着下去 好好地努力 竭力 保守 圣灵所赐的合一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我就很快地跟周围做一点复习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 被称为神的儿子 为什么呢 他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子呢 因为使人和睦 这个和睦 刚刚讲和睦和平平安 这是上帝指明的 一个生命的记号 如果你是上帝的指明 上帝已经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安 已经放在你的心里面了 那个平安 是真正的平安 是你能够有一天 能够面对上帝 而不惧怕的平安 这个很了不起 今天很多人 一般的人 以为说 只要我虔诚 我的祷告 就能够蒙上帝垂听 只要我心安理得 只要我做事 没有违背良心 上帝就如何如何 今天很多人 很一厢情愿地 就认为说 只要我如何如何 上帝就会对我 就会接纳我 这种想法 事实上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怕 因为这种想法 不知道 上帝的圣洁 公义 是何等的绝对 我们凭我们自己的标准 觉得说 我只要凭着良心 做事情 上帝就会怨纳我 只要我虔诚 上帝就得听我 其实这种思想 若我们真正面对上帝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种思想 非常非常的可怕 因为这种思想 完全不明白 上帝有多么的神圣 有多么的圣洁 有多么的公义 今天我们基督徒 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第一步 就要承认自己这个罪人 要承认 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 因为当我们真正来到上帝面前 蒙上帝的光照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不得了 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 一切的善行 一切的功德 一切的努力 人 任何人 能够站在上帝神圣公义 面前 没有一个人站得住 没有一个人站得住 因为这个缘故 圣经说 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若没有十字架的救赎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上帝 对人来讲都是一个祸因 而不是福因 若没有耶稣基督救恩 若没有十字架 我们讲究有神 你说你信有神 事实上这是个祸因 因为这个神将来要审判你 将来要定我们的罪 而且我们必然被定罪 逃不掉的 上帝的神圣公义 我们是逃不掉的 所以若只相信有神 你我的路 事实上是没有路的 所以很多人不信有神 信什么 信无神 他认为只要信无神 没有神没有审判 怎么样 他还能够过日子 他还能够有点平安 还能够有点 这个好像 好像好像 好像没有那么惧怕 但是事实上 你能相信无神就无神吗 上帝是一个你信有有 你不信则无吗 这个上帝不只是真正的上帝 我在这边一再跟周围讲 这个天地宇宙 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宰 若事实上人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这个上帝 还是不是上帝 还是不是上帝 没有人信他 没有人拜他 没有人赞美他 没有人认识他 我请问你 那这个上帝 还是不是上帝啊 还是不是上帝 当然是上帝啊 这个上帝 不是我们拜他 敬畏他 我们怎么样捧他 他还是上帝 不是的 人间是要这样子 OK 人间的领袖 人间的君王 甚至有大权的 甚至如何有大权的 军权 管他什么权的 都是要人捧上去的 都是要人扶上去的 没有人拥护他 地上的王是坐不起来了 不要说王了 总统也是一样 任何人 任何领袖都是一样 都是人要把 后面对有人的称啊 对有人的拥护 但是上帝做上帝 不必我们拥护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上帝自为上帝 不用我们拥护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 原来我们今天 靠着耶稣的恩典 祂的救赎 祂的救赎 为我们舍命 赦免我们的罪 以至于我们今天 可以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 哎呀 这不得了 这个不是平白无故的 我在这边 再来跟作业讲 上帝创造世界 所有就有 命力就力 但是上帝要拯救世人的时候 上帝要拆派祂的独生子 走上十字架 为我们而死 我们这个救恩才完成 上帝为了要救世人 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上帝为了要创造世界 不用花生命的代价 祂只要说就说就有了 说力又力了 所以这位你要知道 救赎这个事情 是多么的重要 对我们人来讲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若没有救赎 我们今天 一点盼望都没有 亲爱的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以至于你知道 上帝给你的平安 是多大的平安 是多么重要的平安 是永远的平安 是任何这事情 不能够夺去的平安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才明白这一点 而这个平安呢 也就是神儿女的 一个生命的记号 这个平安 表现出来 就是一个和睦 一个和平 一个和谐的心 刚刚讲了 这是基督实价完成的救恩 若没有基督实价的救恩 我们的平安是假的 是虚的 所有说有平安 其实没有真正的平安 耶稣为了给我们平安 耶稣走上十字架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耶稣说你有平安 耶稣付了很大的代价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十价的救恩 这样的平安 也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见证 今天我们要为主发光 一个非常重要的光 就是和平的光 就是一个平安的光 今天我巴不得从你内心的深处 你有那真正的平安的确局 以至于你这个人就变了 以至于你这个人 你整个人 能够 外面可能有风浪 外面会有起伏 但你这个人 很平稳 真的 这不是不可能的 上帝就预备 就是这样子的平安 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也说 要让基督的平安 格罗西斯讲的 在你的心里做主 基督的平安 要在你心里做主 基督的平安 不是静态的 耶稣的平安是大有能力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巴不得 我巴不得 每一位今天在座的 没有一个人 忽略这样的平安 我也巴不得 今天在座每一位 你心中 不是从人 而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 应许里面 你得到这样的平安 在旧约的故事里面 我们都应会读到这个故事 就是在圣殿里面 在摩西造会幕的时候 神要他造一个金灯台 这个金灯台 一直到启示录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原来金灯台所代表的 就是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 那么在打造这个灯台的时候 出埃及的二十五章那里 上帝给摩西吩咐说 你要怎么造这个灯台 那么这个灯台呢 特别描述 是要一块金金打造出来的 你看那个灯台的样子 我们再放近一点 你看那个灯台 有个底座 有个柱子上来 中间 然后旁边有六根支出来的 这个形状的灯台 是有道理的 这个灯台是 这个灯台的形状 是根据 这个 这个 周围 你去过罗马的话 你知道罗马 这个 那个广场里面 有一个 凯旋门 是提多将军 当年 这个 征服了 这个 耶路撒冷的时候 得胜回来 建了一个凯旋门 那凯旋门的 就是大很大块石头建筑的一个凯旋 今天还立的 今天还立的在 罗马的广场 那么在那凯旋门的里面 这个墙上呢 就有石雕 那个石雕里面所描绘的呢 就是当年 罗马这些 这些 这个 军队 掳掠了 这个 把这个圣地 整个都毁了 圣神圣地都毁了 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搬 搬 搬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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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景象 那么里面那个景象里面的 石雕的里面 就有这个石雕 他们搬着这个 金灯台啊 搬着 就从圣地里面搬出来 所以 根据那个石雕 那个灯台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有 是有历史的根据 考古的根据 那么当然 也单是根据圣经里面 出埃及其所描写的 所打造的灯台 那么 我所强调的是 他说是一块金金 打造出来的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一块金金呢 是一块金子 而不是 这边打造一个 一个支子 这边打造几个支子 然后几个支子 把它逗起来 焊起来 或者把它连起来 不是的 上帝特别嘱咐 这个灯台呢 是要一块金子 慢慢地锤打 一部分锤打成为底座 一部分锤打成为柱子 慢慢地锤 锤出来 锤出来 那个整个灯座的 整个的样子 哇你说多少功夫啊 多少功夫啊 多少锤子啊 你说多少锤子啊 对不对 而且你发现没有 那个越精细的 那个越光亮的 那个越好看的 怎么样 我保证你 挨锤子挨得最多 你说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比喻 这样的一个物件 给了我们基督徒 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其实我们的教会 里面的生活 原来是一个金子 金子代表谁呢 其实就是基督 基督的生命 基督徒为什么能够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都新造了 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为什么合一呢 因为圣灵有合一 赐给我们合一 那个合一的本质是什么 什么本质呢 本质就是基督的生命 就是那块金子 所以今天你我 成为神的家 在神的家的一份子 我们里面 本质上 都已经有基督的金 那个君王的 那个尊荣的品质 我们真是要看到 这一点 上帝帮给我们 是非常尊贵的品质 是金金的一部分 而且这个金子呢 是一大块打造出来的 所以你要看见 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 今天有人年纪大 有人年纪轻 有人刚信主 有人信主很多 几十年了 有人从各地方 不同的地方来 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 原来在主的里面 我们是一块金子打出来的 这个很奇妙 是一块金子打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样一个景象 这样一个事情 给我们的提醒 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以至于当你我看到 彼此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看到说 这个弟兄 这个姐妹 虽然跟我背景很不一样 虽然可能我跟他的文化 很不一样 可能我跟他的教育 也很不一样 但是我看到这个弟兄 看到这个姐妹 我们里面有个共同的本质 是基督的生命 是那块金子 是上帝已经摆在我们里面的 哎呀我要珍惜 主里面的那份金子 那份金子 你要看到这一点 要能够明白这一点 要能够珍惜这一点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知道 原圣经里面所描写的 基督成了我们的和睦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主里面合一 为什么能够和睦呢 因为基督成了我们的和睦 把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阂打通了 也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隔阂 也要打通 靠着这样一个基督的生命 能够彼此和睦 我们这次短圈队 这个会要到台湾的东浦 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到台湾了 有的弟兄姊妹陆陆续续的会去 我们短圈的甚至的施工 要从下个礼拜2号5号才开始 也请大家真的这几个礼拜 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祷告 我们有的弟兄姊妹 现在已经在中国大陆 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 也需要大家的带导 虽然我们不太能够告诉诸位 也不太能够多说 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在哪里等等 我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但是请大家带导 上帝的恩典 随着弟兄姊妹与他们同在 东浦呢 我们10月5号会在那边 会有一个礼拜的在山上 我们上网的话 你会发现 查到一些资料很有意思 我们去的地方 过去我们是到东浦的教会 那今年我们会特别到罗纳的教会 我上网查了一下 我才发现原来罗纳的教会 罗纳村在新义乡台湾 南投县新义乡的罗纳村呢 是全台湾原住民 最大的一个村庄 最大的一个村落 那那个地方呢 新义乡里面的这些原住民呢 基本上都是属于布农族的 台湾布农族的原住民 那么他们大概在六七十年前 宣教士就到了他们的村落 传福音 那他们的村落呢 当初很快就信了主了 因为主长一信主 全族都信主 村长信主 全村都信主 所以很快的 整个村整个村的都成为基督徒了 很快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今天在新义乡 那整个乡里面 有十四个村庄 这十四个村庄里面 原住民的村庄都有教会 都有教会 而且原住民的信主的比例 是大概百分之九十九 相当相当的 全世界也没那么高的比例 就这么高的比例 但是我们还要为他们祷告 因为很多人 很多基督徒在那边 也成为一个传统的基督徒 成为成为挂名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真是要为 原住民的教会 也要为他们祷告 但是同时在新义乡的里面 有一半的居民 是属于闽南人跟客家人 所谓的平地人 当然在平地人的村庄里面 却没有一间教会 连一间都没有 那么如果你对台湾的过去 有一点点认识的话 你就知道原来平地人到三地 到进入那个村庄的时候 事实上是看不起那些原住民的 原住民他们当在各方面的水准 水平 教育 文化各方面 都比不上平地人 所以早年在那个时代 平地人常常就是 占据他们的地方 把他们越赶越赶 就赶到山地里面去了 那么他们打猎 狩猎的范围也越来越小了 等等 反正受了很多很多 所谓平地人的欺负 那么 但是呢 我们感谢神 上帝却让这些被欺负的 这些原住民呢 百分之九十九十基督徒 那么那些 这个平地人的平地的同胞呢 只有很低很低 大概百分之 就各位数日 是基督徒 所以没有教会 感谢神 这几年原住民的教会 他们有很大的改变 他们开始 向平地人传福音 你知道 原住民呢 他们聚会的时候 他们还是用原住民的语言 在聚会 这次我们到山上去 我们还未听到 他们用原住民的诗歌 唱诗歌 用原住民的语文来祷告 但是他们为了要 向平地人传福音 他们要做个很大的改变 就他们要用国语来聚会 用国语的诗歌 国语的敬拜 那么这个在几个村庄里面 就开始这样的一些行动 带来相当大的震撼 那当中最开始做的事情呢 就是东普的教会 接着现在罗纳的教会 也进行这样子的 福音的工作 向平地的同胞们来传福音 当年是欺负他们的 今天他们能够 真的是死人和睦 真的一个和平的心 饶恕的心 不但饶恕 而且正面反过来 向平地人传福音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见证 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 一个生命的 一个和平的生命 和睦的一种表现 那么更妙的是 我们在去年我们去的时候 在东普教会 他们所建立的第一个福音的据点呢 就在同富村 是另外一个村 叫同富村 因为同富村里面主要是平地人 是米南人跟客家人 所以他们在那里面就成立了 一个传爱 传播阻碍的一个福音中心 就在同富村 结果上网查一些资料 我就发现 原来这个同富村 在早年 还是几个原住民的部落 为了要争夺他们打猎的地方 常常在那边打仗的 征战的地方 就是在同富 同富就他们的争夺 争夺地盘的地方 今天成为福音的据点 今天成为上帝传播和平福音的据点 你说多么奇妙 多么奇妙 哎呀 上帝真是很了 很特别 我去年在东普教会的时候 很有感动 我这样去东普 去年短一阶段 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有一天晚上 我在跟他们聚会的时候 我就看了他们这些人 我心中有特别的感受 为什么呢 因为在信义乡 信义乡的驱公所的门口 门旁边各有一座石雕 不石雕 木雕 木头的雕 雕树 是两个很魁违的 很凶 很满带 凶像的这种 带着那个毛 要狩猎的这种 布农族的样子 两个好像门绳这样子 站在那个信义乡的门口 一副很凶神恶煞的那个样子 因为我突然想起那个警 然后又看到这些弟兄姊妹 我觉得好大一个对比 我说 你们这些人 今天都好像不像是打猎的人了 你们都不像是那种 在那个信义乡的门口 那副凶汉的样子了 我说你们好和善 好和蔼 一点都不像那种 好像那种 那种观念里面那种原住民 那种拿着毛子 追着野兽的那个样子 好像完全不一样 我说上帝 我说你们这样的改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你们自己里面的改变 你们生命的改变 是因为你们读了更多的书了 是因为你们跟得上文化 是因为你们这些外界环境的影响 以至于你们今天变得很和善 很和蔼 变了个人了 还是因为你们这一族 在几十年前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你们改变了 你们的生命改变了 以至于你们完全不像你们的祖先 那个样子了 哎呀亲爱的兄弟妹 今天如果你跟我们去到东浦 你看到原住民 你真的是看到一群 不是那种 拿着毛枪 那种凶悍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了 亲爱的兄弟妹 上帝带给我们的和睦 带给我们里面的改变 生命的改变 不但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改变 而且要流露出去 传扬和平的福音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过去欺负他们的 过去甚至夺他们的产业 夺他们的土地的 今天他们要反过来 把福音传给他们 饶恕他们 接纳他们 何等的不容易 何等的不容易 感谢神靠着主的帮助 我们看到 我们亲眼能够看到 这些生命的改变 的确 圣灵给我们众信主赐下的合一 是这样一种品质的合一 是这种生命里面内涵的合一 这个合一是因为有平安 真正一个和睦 和平的内涵 所带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平安 虽然圣经 实际情状 不是实际情状 刚刚以佛所书也告诉我们 不但是基督成了我们的和睦 也看到圣灵赐过我们的合一 也告诉我们 原来这圣父三位一体的真神 在整个的这个合一的里面 都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那里讲到合一的时候 特别用七个一来强调这个合一 是个完全的合一 他说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你们蒙昭同意 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 一静一神 七个一 表明这个一是完全的合一 最后还说 这个神就是众人的父 要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你看 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作为 是完全的 全方位的 各方面的 里里外外的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你说这样的基督徒 你说这样的基督徒 还能不合一吗 要是我们基督徒 还不合一的话 就表示 我们里面 真的是跟上帝的心意 离得太远 太远 一个人要说他属灵的话 一个人要说他是属基督的话 他要属神的话 他就必须要面对 上帝的这个合一的道理 合一的真理 求主兼顾我们 让我们看到 上帝为这样的合一 所付上的代价 所做的一切的准备 所做的 所要完成的 上帝的心意 我巴不得我们这个教会 能够认定这样的真理 好好的 在神的面前 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 来保罗 所说的 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 和 为一的心 要竭力来保守 换句话说 是上帝已经摆在我们里面的 我们不要把它丢掉 合一不是我们去创造的 亲爱的弟兄弟 我们要搞清楚 基督徒的合一 不是我们创造的 不是 我们的责任是保守 不要让它丢掉 当你信主的时候 主一把那合一放在你心里面 你不要把它丢了 而且要努力地 别把它丢了 因为很容易丢掉 因为你一看你周围的环境 一看别人 你那合一 就少了一半了 你看这个人 你看那个人 一讲话 一相处 一做事 合不来啊 合不来 怎么老跟我作对 怎么我们两个就是 就是好像 这个旋律就不 这个玉律就不太对 这个 哎呀 弟兄姊妹 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时刻 要认定那样子 组绑排在一起 那里面的合一很宝贵 所以在这个合一的基础上 我们要来怎么样 来磨 磨得大家能够一起合作 放下自己 所以神经怎么说 所以保罗说 要谦虚 要谦虚 第一个就要谦虚 什么意思 把自己放下 不要把自己抬那么大 看到别人跟我不一样的时候 把自己这样放下来 不要把自己放大了 放下放下自己一点 你想每个人 多多放下自己一点 那不是就好办事情了吗 你说对不对 谦虚 凡事多谦虚一点 多看在上帝的面子上面 好不好 讲熟一点 多看上帝的面子 大家都放下一点 一起合作 为了主的人故 一起配搭 一起来完成上帝的心愿 温柔 我们要执着 我们要有坚定 该做的 对信仰 对真理 我要执着 可是呢 做人呢 要温柔 讲话要温柔 态度要温柔 我们中文很好的句话 叫外柔 内刚 对不对 你们要有原则 没有原则那不行 对不对 要有原则 可是呢 行事为人 要温柔 要忍耐 在圣经讲到爱 讲到爱的时候 爱的真谛 大家都会背吧 爱的真谛 第一句话是什么 爱是什么 很多忍耐 对 那段话 最后一句话呢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什么 忍耐 又是忍耐 那段话 从头 讲忍耐 横切忍耐 最后一句话 也讲忍耐 然后说 爱是永不止息 所以你看到没有 忍耐 你要说 你要说你相爱 没有忍耐 那是行不通的 非忍耐不可 其实不要说 我们彼此忍耐了 其实 最有耐心的是谁 我请问你 对了 其实 忍耐 最有耐心的是上帝 上帝实在忍耐我们 假如我们就觉得 忍耐对方 弟兄怎么样 忍耐 真是真苦 很忍耐 那我们多仰望上帝吧 看看上帝怎么忍耐我们 真的 所以这里说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都是要竭力 都要努力 不然做不到的 当然靠主的帮助了 但是靠主的帮助 我们还是要认定 这是我要学的 我要做的 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 互相宽容 用爱心 互相宽容 又讲到宽容了 又讲到饶恕了 你看到没有 太重要了 如果你 不肯饶恕 不学饶恕 抵抗饶恕 那我告诉你 你圣经是念不下去的 你到处都讲饶恕 走到哪里都碰到饶恕 碰到宽容 你逃不掉的 非学不可 这功课 非学不可 前一阵子 好几个月前 有人送给我一个email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讲到中国大陆 安徽 同县 同城 安徽同城 有一个景点 叫做六尺巷 有人听过没有 有没有哪位从安徽来的 没有啊 安徽同城 里面有个六尺巷 六就是六 一二三十五六 六尺呢 就是公尺的尺 有一条巷子 就叫做六尺巷 这六尺巷呢 还挂了个牌房 还盖了个很漂亮的牌房 纪念这么一件事情 原来在清朝的时候 当时有个礼部的上书 也算是 大概算是展相的职位 这么一个人啊 叫张英的 姓张 张英 那么他们在 他的老家就在安徽 那么在同城 那么这个 结果他们这个家里面呢 这个跟他们邻居啊 这个这个 大概在盖房子啊什么的 大概扩建啊什么的 结果就起了冲突了 不愉快了 真的 就真的个地界 结果这个张家呢 因为张英在京城 所以就起了个信 告诉张英说 你看我们邻居跟我们吵啊 这个地界 这个居然跟我们争啊 这个就写了封信啊 就这个给张英 希望如果张英 借着这个宰相的这个权势呢 摆平这个 隔壁是姓吴的 摆平的吴家 对不起 不是吴家 不是 摆平的吴家的 这个 结果张英呢 这个宰相啊 看到这封家书啊 就回了一个 回了一首诗 回了一首诗 算他的回应 这个书怎么 这个诗怎么讲 短短的 就这么四句话 他说啊 一指书来 指卫墙 这个墙啊 指卫的这个 家里面的这个围墙 一指书来 指卫墙啊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 今犹债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个张英就说啊 这意思是说 你看 这个 这个 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墙 写了这封信来 就让他三尺 邻居就让三尺 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他说你看 当年这个 万里长城 今天还在 秦始皇已经不在了 意思是说 何必计较这些呢 对不对 所以呢 家人一看这个 家人一看这个书啊 不但没有争取 还得退三尺 也就遵命了 对不对 所以家人就退让了三尺 结果这个动作呢 让这个吴家邻居 也很受感动 哎呀 这个 居然宰相啊 居然还退了三尺 所以呢 这个吴家呢 也退三尺 也退三尺 所以两家的 两家的这个围墙呢 就隔了一个六尺 的一个走道 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六尺像 就产生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六尺像呢 就一直流传下来 成为一个 一个美好的一个故事 表明到邻居啊 彼此相容 彼此相待 和睦相处 哎呀 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我现在也有感动 很好 人和人之间 若能够常有这种六尺像 那多好啊 对不对 能够彼此相退让 邻居 能够成为 好邻居 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基督徒更该如此 是不是 所以 我们要爱心 何况上帝 给我们这么好的榜样 耶稣的榜样 我们更要用爱心 来互相的宽容 用和平 彼此的联络 我盼望 各位听了这些 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能够学习 在跟弟兄准备相处的时候 甚至在你外面 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常常反省自己 我的心里面 是以平安 以和平 跟人家 跟对方相处呢 孩子我里面 还在想说 怎么样来对付他 怎么样来胜过他 怎么样如何如何 计较 若我们能够靠着 主的帮助 让我们从心里面 有真正的和平 有真正的平安 人和人之间 学习这样子 彼此的相处 彼此相待 让我们来看看 这样子一个表现 会为基督 为福音 的缘故 铺下 怎么样的路 我怕你都看到 当你我这样做的时候 不单是我们 能够活得更愉快 也更是能够为主 预备更好的 福音的道路 让对方 能够有机会 和我们一样 认识耶稣基督是主 和平 彼此联络 我们真是要成为 和平之子 今天在地上 在人间 何等需要和平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深深地明白 深深地知道 我们这些 都从里面的平安 上帝的平安 上帝的饶恕 给我们的 这个本质 让我们也借着 各样的实际的行动 能够流露出去 为主发光 所以接下来 我几个方面 来跟这位一起 来醒诗 主啊 我们一起来 这样子 来在神的面前 要感谢神 带来真正的平安 使我们得以在灵里面 合一 第二点 主啊 帮助我成为 和平之子 为主发扬 和平的真光 帮助我成为 和平之子 让我能够 为主发出 和平的真光 主啊 我也在你面前 问我自己 我要怎么样 荣神义人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的 主内的合一 求主帮助我们 我爸爸的 这样的一个课题 不只是在台上 讲一讲而已 而是很实际地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生活当中 弟兄弟们 相处当中 能够成为 实际 能够实现 接下去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好不好 也是我们上个礼拜 也唱诗歌 也是我们这一次 要到短宣队 对不起 不是那个诗歌 是我在这里 对不起 没那么快 对 刚刚那个在后面 对 这也是我们到 短宣队到台湾 对 很重要一种 重要一种诗歌 把主的平安 带给他们 这个平安 是真正的平安 是有赦罪的平安 做基础的平安 不是只是 平安无事的 这种平安 不是的 而是真正的 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 与上帝和好 与人和好 那真正的平安 上帝要把这个平安 不但赐给了我们 也要赐给各地的人 我们要把这个诗歌 带到东浦 带到罗纳 带到米南人 带到客家人的当中 我们来唱这诗歌好不好 谢谢末章 谢谢观看